为了感谢在第一县的不动产从业人员 提供民众专业的服务 南投县府举办优秀人员的评选活动 由县长许舒华给予颁奖勉励 同时希望未来县府和各工会 能有更亲密的合作 降低诈骗受害的事件 保障民众在土地和房屋的交易安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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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评选出来的六位优秀人员 前往南投县政府接受表扬 由许舒华县长来颁奖勉励 并表示南投虽然属于偏乡 但土地和房屋交易量仍相当多 感谢在第一县服务的不动产从业人员 提供专业指示和技能 那肯定他们这种积极正面的形象 同时也帮政府解决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除了我们地政处这边会积极的 在跟所有的工会来合作 那希望把很多的在交易的过程 透过我们的说明 而且这个机制是非常的公开透明的 让大家能够了解 每一年都办一次让我们从业人员 在每一年都有这个机会 来以自己可能所经历的部分 受到县府这边的一个肯定和获奖 我非常谢谢 一路上走来呢在不断的这一业呢 也滴滴做那十几年那也学了蛮多 也看了蛮多一些家庭的组合跟后续的感谢 那其实我们都很感谢 那也希望以后呢能再继续的加油跟进步 贵中许实华县长出了表扬优秀人员 也听取大家的意见 希望能够透过多方合作 更加杜绝各种诈骗行为 另外监理市长也建议 在长者申办硬件证明时 可以用简讯通知加速 预防被诈骗的情形 以及积极推动地级译变及时通 只要民众不动传权权有任何异动 就会以简讯以及电子邮件来进行通知 记者女心哪些 采访报道